好 有一天 以來去人態勢 必然不煩惱的時候 我們衝總統有沒有 來衝總統有沒有 一句衝總統府 林國成在台上與出境人 成為民眾黨挺科嗆政府 集會的焦底人物 事個一天 他聲稱是言論自由 但不願現身 倒是黨內立委幫忙換夾 國成委員他心中 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一定有很多傷心 憤怒跟對這個國家 接下來民主憲政 到底要怎麼走下去的擔憂 心情將心比心 我們大家可以理解 不合你意 你就說要衝撞總統府 這是一個立法委員 可以做的事情 可以說的話嗎 綠營立委痛批離譜 因為林國成揪小小衝總統府 恐怕已經違法 在公開的場合 用演講的方式 來刪貨民眾去衝撞總統府 這樣子的一個蠱惑行為 本身已經違反了刑法 153條的規定 屬於傷或他人犯罪 最高是可以處到 兩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現在柯文哲嚴壓前夕 民眾黨再次號召群眾上街 喊出現場6000人 名嘴拿數據對比 同樣有黃國昌和館長 9月18第一場活動有2萬人 如今人數下降3倍 討論熱度奏降4倍 現時小草已經退去 衰退率達到76% 大家對於柯文哲金流解釋不清楚 也產生了這個內心的支持度 就越來越低迷的狀況 民眾黨一直打這個 所謂的這個司法迫害 還有這個政治輿論的戰術 面對這個謝國良的200萬 解釋都不清楚 那民眾也看得更清楚 韓華民眾黨認真面對政治獻金問題 不然再辦怎樣的活動 恐怕小草一去不回頭 明視請完喊簡視風光 嗨 台北報導